接下来呢我们讲第二部分 就是Logo软件 这个V8的一些新的亮点 那么首先呢 这里边呢提出了一个引用的这个概念 那么针对老的Logo6 Logo7来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左上点这张图片 那么假如说我上面这个B001和B002之间 如果之间参数是有关系的话 那么我们在老的软件里边 我们是双击这个B2这个功能模块 然后在右边这个参考里边 点击可以选择 我已经编程的这些程序块里边 相关联的功能块 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做这个引用的 那么这种方式 在我的程序量大了之后 或者时间长了之后 我回头再来看 那么有可能会忘记 这个程序的可读性就下降了 所以针对这个功能 那么V8这个软件 做了以下的一个更新 那么什么样的更新呢 我们可以看到 左下角这张图就是 Logo8 这个V8软件 去编这段程序 那么如果我们说 这个B2这个延时开关 那么要通过这个模拟放大器 进行动态设定参数 设定这个时间的话 那么我们只需要呢 在这个功能块下边 这个加号 我们点击 然后同样 延时开关 下面这个加号点击 然后我把 模拟放大器的输出参数 然后用鼠标 按住 左键拖拽 到延时开关的输入参数上 然后松开鼠标 这两个参数之间 就建立了关系 而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做的 所以 当我需要去看 哪些变量之间有相互引用的关系 我只需要通过 工具栏的这三个图标 编辑器这三个图标 就可以 很方便的 以这三种展现的形式 来看我这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引用关系了 所以这个功能 就给我们的程序 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 可视化 编程 从而让我们的这个编程的效率 和我们的维护成本 大大地降低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下一个需要特殊标记 那么在V8这个软件里边 定义M存储区 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项 我们前面提到过 我们的logo本体的显示屏或者TDE的显示器 它的背光现在是三种 所以再加上以前的出手画的旗帜 那么我们现在提供了 已经多达了八种 这种M特殊计存器的功能用法 那么通过这些功能用法 比如说这个M25 我们就可以通过它之一 使logo显示器的背光变成白色 同样可以用M30 将它变换颜色变成黄色 或者用M31把它变成红色 把这个TDE和本体的显示器 的颜色我们都可以进行动态的变换 下一个呢是天文时钟 这个天文时钟 在老的logo里边 已经提供了这个功能 那么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地区的选项 这里选的是自定义 我们可以在这手动输入经纬度 然后系统会帮你算出来 你所在的这个时区是多少 然后它会计算出你的日升日落时间 这个一般是控制在我们的路灯 就是什么时候开 什么时候关 用于这个路灯的控制用的比较多 同样在这个地区的下拉菜单下面 系统呢集成了很多大的城市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些选项 去很方便的选择我所在地区的日升日落时间 去达到这个控制 非常的方便 logo里像这种集成的功能块非常的多 所以也就让这个logo的应用 大大的提高了这个编程人员的编程的效率 可以快速完成一些常用的任务 所以logo作为这种小型入门机的PRC来说 现在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 那么在V8这个软件里边 在以前的天文时钟的基础上 还提供了一个偏移 时间的偏移 这个偏移可以达到正负一个小时 所以增加了我们现场编程的灵活度 这个功能可以通过仿真 我们去进行测试 这个logo的仿真器也是非常强大的 下一个是周定时器 周定时器这个功能模块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界面里 它呢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时段 三个不同的时段 那么这三个不同的时段 在一个星期里的每一天 我都可以去选择是否激活它 这样的话我们的组合就非常的多 我可以选第一个时段 我是比如工作日 周一到周五我勾选 然后启动 然后第二个时段 我可以勾选这个周六周日 非工作日时段 然后第三个时段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勾选一些特殊的 这些场合 我有一些特殊的应用的时候 需要输出的时候 我可以在这边去选 所以大大简化了我们这个编程的法座 不需要复杂的编程 很直观的 就把这个一个复杂的应用 通过logo 一个功能块 就实现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这个页面叫全线控制设置 这个页面刚才我们在设这个 外部服务器的访问的时候 已经见过这个页面了 那么我们现在再完整的介绍一下 它第一部分呢 是一个远程访问 通过这个V8的软件 那么一般应用在这个电信的业务上 我在不同城市远端访问的时候 去设定这个访问密码 第二部分 是logoAPP的访问 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 通过手机的应用程序库里面 我们去下载西门子的这个logoAPP 那么它的同样我也可以去激活这个选项 同时分配一个访问的密码 提高这个安全性 第三个就是通过浏览器 或者手机浏览器 电脑浏览器都可以 然后通过密码进行远端的访问和监控 第四个 这也是后面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后面我们还会详细的去看一下它的界面 这里边呢 就是激活我们这个logoTDE 那么它在远端是否具备管理员权限时候的一个访问的密码 设定在这里边设置 这个是V8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菜单 就是全线访问控制菜单 这个菜单以后 这个产品会经常会用到的 下面说一下这个IO的设置 因为这一代V8的这个软件和logo8 已经把我们的模拟量扩展到了8个输出 所以它的现在的应用的组合性也比以前增强了 那么呢 它不但可以在这个菜单里面选择不同信号输出的选项 同时呢 还给我们用户提供了一个 是否应用于模拟量或模拟量输出类型的一个选择 这里边有三个 如果我们现在使用这个0AI激活这个选项 那么呢 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模拟量输入 就是用于8路的PT100或者PT1000 我们默认的情况是耻能两路AI 也就是我们这个logo本体上具备的这个DI点 用于AI信号的输入 那么最大呢 我们可以选择4路的模拟量输入 那么在这里边也可以选择本体上的 第一个第二个点和第七个第八个点 那么用于模拟量信号输入 这块是我们的模拟量输入输出的一个配置界面 下面这个功能在我们的实际应用当中是非常有用 这个功能叫功能块的放置位置 那么如果是以前我们老的这个logo7的这个上传 比如说我们上传前是如图左上角这个画面 那么我们的程序结构排列是这样的 程序的可读性非常的强 但是我们上传上来之后呢 发现这个界面和排列的顺序变了 它都压缩到一起 这样的话我这个程序的可读性就大大降低了 那么针对这个这种情况的发生 那么logo8做了一个改进 那么也就是原来你下载的这个编程页面的 是什么样的一个排列顺序 那么上传上来之后还保持原顺序不动 所以这样的话 即使我们这个程序丢了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上传这种方式 还可以把这个程序恢复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 主要应用就在于我们的诊断调试 主要是现场的这部分 这个页面里呢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微区的存储地址 那么这个微区的存储地址的使用 通常是和除魔屏通讯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访问这个I区 Q区AIAQ区这些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和原来老的零月期是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是移植这部分程序的话 那么我们一定要记住 如果是老的logo7这部分地址 我们要在软件的帮助里面 去确认这部分地址 要修改成新的logo8的地址 这是移植过程中 从老项目换到新项目 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此外 logo8还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 这个功能叫日期时间的地址范围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微区的地址区 直接采集到我的RTC的时间 这是一个新的功能 如果使用的话 这个对编程是非常方便的 非常灵活 数据记录 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 新的logo8使用的是MicroSD 这个存储卡 那么这个存储卡的主要作用 就是进行数据记录 最大可达2万组 那么它的存储格式是以这种CSV 也就是一个cell这种格式 进行保存的 那么新的数据记录将自动生成在这个MicroSD卡当中 那么最后 最近的一次的数据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V8的软件进行上载 如果要是访问以前的数据 那我需要把这个卡 就是拔下来 可以直接插到电脑上 直接进行拷贝 这是一个数据记录的这个功能 然后我们刚才提到过这个TDE 具备这个管理员和操作员的模式的变换 那我们具体看一下它能实现哪些功能 那么logoTDE 这个用户的菜单 左边带有新号的部分 就是在操作模式下无法实现的 必须切换到管理模式才能实现 比如说这个启动停止 或者说这个编程 还有对卡的操作 这就是对这个切换 此外呢 我们还需要在刚才的这个访问设定里边 需要把logoTDE的密码访问激活 使这个功能有效 就在可访问控制这个界面 访问控制这个界面 把这个logoTDE激活 然后使能密码 填入密码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远端的TDE上进行管理员和操作员模式的切换 然后再次进行管理员和操作员模式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去远端的这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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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去远端的这一段时间